都说女孩在外面要时刻小心陌生人 可却经不住坏人一直升级的骗人手段 他们以一家三口的形势出现在两个女孩面前向他们示好 之后还一路跟随他们并趁机提出开车送他们回家的邀请 于是两名女孩就上了陌生人的车 而一场悲剧也就此发生 因为其中一个失踪女孩沙拉的姐姐妮可和检察官卡西里是朋友 于是在一整晚都联系不上沙拉后 妮可就和卡西里一起赶来向奥利维亚警督寻求帮助 从妮可这里得知她是一名律师 但最近她正在为有色人种的失踪女孩无法得到和白人失踪女孩同样的重视对纽约警局提出抗议 所以受到了不少民众和媒体的关注 然而这个举动也引起了一些仇恨组织的注意 她最近不仅受到各种辱骂她的匿名邮件 还有人给她的手机发威胁短信 所以她怀疑沙拉的失踪很可能和那些反对她的人有关 况且据她所知沙拉是个待人非常友好的孩子 她从不与人结仇 也没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为了了解更多有关沙拉的情况 警探们就去了她居住的公寓 可沙拉的室友却说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见到沙拉了 她应该是搬去和她女朋友阿丽莎一起住了 从室友这里得知了阿丽莎的手机号码后 警探们就联系了她 可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一名紧急救援人员 得知阿丽莎出事后 警探们立刻赶往了医院 而阿丽莎苏醒后也第一时间将她和沙拉遇到的事告知了他们 那些人拍完视频后就把她扔下了车 之后就开车带着沙拉离开了 回到警局 奥利维亚将目前调查到的情况告知了妮可 而当妮可得知沙拉竟然和她这个女友已经交往了有一年多的时候 她感到十分惊讶 看来她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了解她妹妹 就在这时 警探们在网上发现了一段有关沙拉的视频 因为罪犯在视频里说要在12点开始直播 而现在已经6点了 所以留给警探们调查的时间就只有6个小时 于是为了尽快获取到第一手的信息 局长就让警探们将仇恨犯罪小组 安插在这些仇恨组织里的一名线人 以问话的形式传唤回了警局 幸运的是线人从声音里判断出他曾接触过这名罪犯 他甚至还见过他的妻子 而为了获取线索 他趁着那个女人上洗手间的时候翻过他的钱包 所以他就会在那里 他知道这家人的家庭住址 于是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 警探们就将女人抓回了警局 而经过阿丽莎的指认也确定了 她和她丈夫就是绑架他们人 据调查女人名叫莫莉 她丈夫叫瑞克 是一名IT顾问自由工作者 警探们查了他们家所有人名下的汽车房产 以及资金信用卡等情况 并没有发现瑞克的踪迹 看来想要找到瑞克就得撬开莫莉的嘴了 因为莫莉什么都不肯说还直接要求请律师 但距离直播的时间却所剩无几万 为避免浪费时间 奥利维亚让人把卡西里检查官叫来 因为像这种紧急情况下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获取到救人的信息 他们是可以剥夺莫莉的所有权利的 然而莫莉却和她老公瑞克的态度一样 她并不认为绑架的黑人算什么大事 而作为一名白人大不了就是被关上几天 警察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然而当奥利维亚把瑞克发在网上的那段视频 给莫莉看了以后 她还是有些慌了 因为她没想过瑞克会做到这种地步 她以为最多是羞辱一下内的情侣 或者是通过莎拉给妮可一些警告 可如果瑞克真的按照视频上说的做了 那他们面临的就是十分严重的指控 然而就在警探们争分夺秒的尝试 从莫莉口中问出瑞克的下落时 妮可竟然也跑出来添乱 那么多长时间你的姨是被关上了 她被关上了昨晚 没有,她被关上了 判断了因为我做的工作 我做的 作为妮可抵抗的女人 是的 然后我擔心 NYPD没有充足够的资料 去找她 这不帮助 我能不能够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能够尝试 但保持着压力 我们会 我们会 估计我们的路线 准备 患事 尼克这么做本是想给纽约警局施压 好让他们派出更多的警力去寻找莎拉 可没想到却反而激怒了瑞克 再看到新闻后瑞克再次上线 而这次他将堵住从侵犯莎拉升级为谋杀 而此时距离直播就只剩下两个小时了 眼见自己的丈夫越来越极端 莫莉也终于害怕了 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仇恨犯罪 如果瑞克杀了莎拉 不光她自己要被执疑死刑 就连莫莉也跑不了 因为她是从犯 而失去了父母 她的儿子也将会被送到寄养家庭长大 听到警察要将她的儿子带走 莫莉终于服了软 虽然她无法联系到瑞克 但她弟弟和瑞克在一起 他们曾约定了紧急求救信号 只要她发过去 她弟弟肯定会给她回电话的 看来瑞克是要一条路走 而莎拉的情况也变得更加的危险 就在这时技术部定位到了莫莉弟弟的手机信号的大体位置 于是警探们就对该街区内的瑞克的五名客户家进行了紧急搜查 而在一户主人不在家的别墅地下室里 他们发现了莫莉的弟弟 警探们赶到的时候人还活着 可都到了这个时候她还不肯交代瑞克的下落 于是奥利维亚只能在她和莎拉之间做出了选择 如果她不肯说出瑞克去了哪里 那她就躺在这里等死吧 事实证明 生死面前再大的种族仇恨也都能放下 而根据男人提供的地址 警探们也很快就找到了瑞克的藏身之处 然而瑞克也和莫莉的弟弟一样 平时叫嚣得厉害 对其他种族的人也是毫不留情 可真到了自己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就怂了 她在直播里向支持者们表明了态度后 竟将莎拉给放了 之后更是乖乖投降 莎拉能安然无恙地被救回来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而瑞克及时免于死刑 但不论是警探们还是检察官 都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更久地待在监狱里 然而瑞克只不过是这些仇恨组织的冰山一角 而想要消除种族歧视则是一件十分任重道远的事 纽约警局已经开始从内部整治种族歧视的不良风情 而只有执法人员和司法机关身先士族地做到公平公正 民众才能慢慢做出改变